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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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71病毒和我們在香港發現那種 究竟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是將我們香港所分裂的 EV-71病毒的樣本 我們帶了去台灣 加上台灣的當局 幫我們做一個基因排列的分析 發現原來台灣的EV-71 和我們香港的EV-71 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 其實在這麼短的時間 EV-71分別在香港和台灣出現 有沒有一些地區的因素 或者季節性的因素會影響呢? 其實我們每年都有出病毒的發生 而且在夏季比較多 我們的病毒組每年都在夏季時 分裂出出病毒的個案 醫管局在台灣拿到的經驗 對於我們臨床方面的處理 有沒有一些可以借鏡的呢? 有些小弟哥很猛狀 有些說睡不著覺很害怕 然後一、兩天時間 他就會開始有一些老個案的症狀 好像他坐不穩、手震 另外眼睛就要看兩個影 有些時候很快 他就會突然間廢水腫 然後就休克 很快就死亡了 在他們總結了經驗之後 回來香港之後 我們就將我們的指引 加強和補充 給我們的同事 和醫護人員 希望他們可以及早 知道他有變化的時候 及早給他治療 他急救的情形很危險 有休克、抽筋 還有心臟減藥 醫生跟我說 靠呼吸機維持他的生命 叫我們有個心理準備 對 所有藥都給他了 靠自己的抵抗力 當時我們兩個就很擔心 始終都是這麼小 好像一個機械人一樣 差不多看著電腦做人 好像看見他這麼小 對, 進入院的時候 他就很快有變差 他的情況 甚至乎有抽筋 呼吸困難 和心跳比較慢 我們就幫他掃過一至兩分鐘的心外壓 試過打兩針的強心劑 發覺他呼吸困難的時候 需要用呼吸機來幫助他 我們都會擔心腦中央神經系統的感染 例如一些腦炎 當我們知道他姐姐都有手足口病的時候 我們就會擔心這個小孩 會不會是一些比較嚴重的手足口病的併發症 我們之後就叫他的姐姐來到我們醫院 幫他拿了一些樣本去化驗 被分泌的樣本回來 原來姐姐是有這個腸病毒EV71的感染 病的時候 是不是出了點點在身上 是 你可否告訴我出了哪裡呢 你指給我看看 腿板底還有手掌 口有沒有 鼻子 口三鼻子多不多 咳 我們自己認為 是對姐姐的病也有關係 因為她病發 和姐姐看醫生是差不多同一時間的 而且當時私家醫生也跟我們說 是有機會傳染到 很大機會傳染給她弟弟 她們做了一次物理治療 一時接染 報告回來 她是有EV71搶病毒的 阿俊傑那個病原可能也是在家姐那裡來的 但是那些腦子就要一邊大一點才看到 例如說會影響的智能發展 或者各方面就要慢慢覆診看著 是… 覆診幾次看都不覺得… 都不覺得說怎麼大影響 因為譬如看她的眼睛碌碌碌 看到你又會笑又認得人 她的手手腳腳最初是軟一點的 那現在又有力發 一份精神 俊傑是試過有抽筋 另外就是肌肉的力就差了 還有吃奶會變差了 那慢慢現在就進步著 最擔心會不會將來這件事都持續下去 或者影響了一些大肌肉 小肌肉的發展 例如一手腳的靈活性 會不會將來受到影響 甚至乎影響智力 或者將來會不會有抽筋這個現象 我們幫她做個腦素描 和磁力共振 那… 來講那個報告都幾正常 沒有什麼很明顯的不妥 或者病變我們可以找到的 那我們都會將來會重複再做一次素描 看看會不會一些病變或者一些現象 我們遲些才會留意到 一向以來手足口病都是夏天的時候 由五月至九月這段時間是比較多案例 今年很明顯地這個個案增加了很多 就以去年為例 1997年我們只不過是收了15個病人 是有手足口病 但是今年頭五個月 一至五月是收了八個 到六月是收了29個病人 而七月裡面總共收了91個病人 我相信很明顯地 手足口病是… 今年香港是有個比較高峰期的 我們想和她做個檢查 還有一些角落查 後面的… 那些… 那些好多呢 放在下面 就會很痛 那些會有一點不舒服 發高燒104 批評及說 口肛很淡 水也不肯飲 奶也不肯飲 如果吃藥, 一吃鹽就咬起來了 我以為冷一點的食物也不要緊 例如吃雪糕、啫喱 肯吃也可以, 絕對可以, 會舒服 這種是空氣也會感染到的 空氣感染不是最主要的途徑 除非直接接觸它, 打噴刺 例如這種小脖子都會很痛 沒有患藥膏, 讓它塗 其實我相信這個脖子不太痛 但可能會有痕癢 這種是不像台灣的嗎? 一般家長很多時都擔心腸病毒 因為你無法預計哪個小朋友有病發症 雖然病發的比率是很低 一般家長都擔心 很多時是不會直接看家庭醫生 而直接去急診室 我們也是受到這樣的個案 我的嘴裡一點點 是的, 等等 其實腸病毒是沒有特效藥去醫治它 也沒有特殊方法去預防病發症的發生 入院的目的主要是除了做化驗檢查 究竟是哪種類型腸病毒之外 我們主要是監察著病況的變化 有需要的時候做這個支持性的治療 希望可以幫到病人 初頭發燒我沒有想著 我想小孩子發燒很正常 但是持續這麼久 有這麼多點點 有這麼多性 就越來越擔心 越來越… 查看我的報紙看 聽聽別人怎麼說 整間學校都已經有幾個 在我女兒之前的 那真是最大嫌疑 其實腸病毒並不是一種新的病毒 而在香港這些氣候 下季就是它的傳染高峰期 而它的對象就多數是小朋友 腸病毒就在那些糞便上 或者喉嚨分泌上 如果小朋友 甚至那些成年人 不注重個人衛生的話 就會將腸病毒傳播給其他人 但是就算染到 多數都是輕微的情況 這次在台灣的情況 跟以前就很不一樣 因為很多人有嚴重的併發症 而因此也因此很多人死亡 這次台灣腸病毒的疫症 在五月初的時候爆發 經過五、六、七三個月的高峰期之後 不幸而死亡的兒童就有55個 而得到嚴重併發症的有314個 估計在今年 全台灣共有50萬個兒童 曾經感染過腸病毒 事實上剛開始頭幾例的時候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是病程進展這麼快的 這些病人是腸病毒引起 到我們第三個病人以後 我們才知道 那知道我們也趕快通知 台灣的小阿科醫生要注意 那事實上他的治療相當的困難 因為到現在為止 對這個腸病毒 尤其對腸病毒 其實一行 是沒有一個很安全 而有效的抗病毒藥物 所以事實上我們都只能做 症狀性的還有支持性的治療 事實上今年在台灣流行的 這個腸病毒很多種 從我們醫院病毒 平常的結果看起來 差不多今年的腸病毒 有一半是腸病毒 七十一型的受影劑 那其他還有很多腸病毒 包括科砂劑A型 科砂劑B型還有Echo病毒 很多種的病毒同時在流行 不過今年比較嚴重的病例 像會死亡的這些病例 大部分是由腸病毒七十一型 所引起的 今年腸病毒七十一型 它的症狀跟典型的腸病毒 是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像今年的手足口病 它的這個發燒是比較嚴重 那有少部份的小孩子 他後來產生神經血的症狀 像腦炎 腦膜炎 或者是小兒麻痹一樣的症候群 更少數的病人 他就產生了會水腫 或者會出血 這些小孩子來的時候 他白血球都很高 血糖也很高 而且呼吸很快 心跳很快 大部分的小孩都在24小時以內 就死亡了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流行 我想只要的說明就是 可能從1980 八月以後 台灣幾乎沒有 腸病毒七十一型的流行 所以很多我們的小朋友 都沒有抗體 如果要ствür vigil 安全一些我飯 知道 我們的小朋友 他們心想沒有 我們會在一起 我們會不會有 我們會不會有 更多特區 我們會不會有 我們會不會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直到就是没有再发生 那个子王的那个病例报告出来 他会觉得比较宽心 不然真的很害怕 活动力 活动力不加都对了 可能是因为当初严重个案的报导 所以家长在流行期 在五月六月的时候 真的家长是很恐慌 家属一听到 长臂的这个知识 小孩子得到了 当场就要哭下来 所以那时候那段时间 真的是风声鹤唳 那时候都还没有答案之前 真的是心里是蛮恐慌的 不只是家属恐慌 医生也恐慌 不晓得哪一个 今天来好好的小朋友 手术口变成患者 明天或后天又变得不好 所以在解释上 可能都花了比较时间 在跟病人家属解释 甚至只要有看到 类似的症状的时候 都会跟家属特别交代 只要有精神活动力变差 那可能就应该赶快马上过来 目前还留在家后病房的重症个案 大部分是两个月前 一直留下来的一些个案 可能是脑干有受到损伤 有中枢性的不呼吸 或者是中枢性的换气不足的现象 那还有一部分是 有脑部有受到损伤 甚至于有些到 甚至于脑死的程度 目前只靠呼吸去维生息 那可能甚至于生命 还是有点困难就是了 这些病毒的感染 其实我想医师或卫生人员 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刚开始的时候是感冒 发烧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是呕吐 就是喝水也吐 吃东西就吐 医生也是说感冒 大医院他也是说感冒 因为我女儿没有肠病毒的那个症状 就是手足口的那个症状 那我们也不知道说 他是得了肠病毒 短短的几个小时而已 急救也没有用 医生也没有办法治疗 就很快 他就是感冒 没有 连医生都跟我讲对不起 因为他也不知道是肠病毒 他那么小 他只会一直喊说 妈妈我好痛 头好痛 我说那已经叫医生来了 他说没有用 还是好痛 痛在里面 然后他就跟我说 痛得不得已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妈妈你不要救我了 我真的好痛苦 你知道我死了算了 我真的好痛 那个是从我肚子里面伸出来的 我养他养了这么久 我怎么舍得 我真的舍不得 我们对民众做了一些建议 包括像比如说 限制民众的这种 大型活动的集办 游泳池的这些 应当有的这些风险这种概念 我们整个疫情的掌控分析里面 发现所有重症的病犯 都是在12岁以下 大概占95%以上 基于这些游泳池 游泳池它是属于一个 比较密切接触 口分 比如说飞沫的这种接触 比较密切 建议就是说 一定要维持相当标准的 这种游入量 同时要以定时来检查 他的卫生的这种状况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建议说 12岁以下的儿童 不要做这些细水的活动 以免遭受感染 肠病毒的传染 它是经过口分的途径 到造成感染的 所以民众个人 卫生的这种操作 是在防止疾病上 是蛮重要的 如果你感染 你的小孩子感染肠病毒 我们尽量就不要带他出去 密闭式的公共场合 然后现在就比较少去 就会比较去 像那种公园啊 这样子 扛洗手 然后就是说 少出门啊 那时候啊 有一个病叫做肠病毒 你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啊 然后你有没有去上学 没有 没有 最近老师们叫你们洗手 都要洗肥皂 有肠病喔 对 因为有肠 好从肌云 都要洗肥皂对不对 还有好啊 冠疫 会常染别人 会常染别人 会死窍窍 会死窍窍 然后你就 就把你手上的细菌给你按 当然我们也很紧张啊 是 也是怕学生会被感染到啊 只要学生有请假的话呢 我们就很紧张了 就就赶快就要打电话去访问他们喔 说怎么没有来上学啊 每天早上要检查一下他们的手啊 假如没有特别的班点啊 家长没留意到的 然后这段期间我们要特别跟家长 保持联系小朋友身体上面的任何状况 你们怕不怕肠病毒 怕 好 为什么害怕呢 快死掉 这个心了 不能长进公共餐说 做每件事情玩都要洗脚 要常常去那个百货公司 我有去游泳可是怎么不会得 不会得喔 因为你可能平常吃得很好 然后多常常有运动 所以你抵抗力很好 所以旁边你都不敢找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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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